我们已经建立了三道防线 那么这三道防线的话 能够很好的抵御境外输入的病例 海关是第一道防线 那么海关通过车辆体温询问症状 以及对过去十十天的旅行史的报告 能够发现如果已经有症状的 或者说在出发以前就有症状的这些能够筛查出来 筛查出来以后就直接送到了指定的医疗机构去接受治疗了 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入境以后的人员的话 要进行十四天的隔离观察 那么我们还有第三道防线 万一第一道第二道还有漏的 那么病人出现症状以后 他总的要去就诊到我们的医疗机构 那么从前期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输入病例 我们的输入病例 基本上堵在了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 我们第三道防线兜底的 现在还没有发现病人 所以我们的三道防线应该能够很好的 防范输入病例造成的再次流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